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软弱的东北人也绝对不会站着被人打 东北人就没有这样的闹肿 张也正跟几个绿军装下狠脚势劲地往乔四脸上踢着 被打倒的乔四蹲在那里抱着头 本来他以为这帮牛逼的小崽子打一会儿就会停手 可谁知道打了半天还是没有停 想打死人呢这是 兔子红了眼还咬人呢 看了看不远处摆放的扫血工具 铁锹 乔四猛地用力推了推后背所有的人跑了过去 拿了其中一把 我操你妈的乔四大吼了一声 抡起了铁锹 疯狂地扫向了张也 小克跟好瘸子一见 他抄起了铁锹 也纷纷地效仿 砰 血四处地飞溅 小克的一铁锹 狠狠地砸在张也的头上 看见了血 所有人的眼睛变得更红了 东北人是中国人当中最适血的 不要说铁锹就是动了刀子 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你问为什么不这么凶狠 能跟畜生对抗了八年吗 这里可是占领区 就是日本人 占领东北的时候 也是集体出来行动 赶一个人出来溜达 保证让他死得惨不忍睹 老师们一见打架身 极为流血事件 就再也坐不住了 赶忙跑了出来 停手后的乔四三人 开始觉得有一点点害怕 很多人都是这样 将刀子捅入对方身体的时候 眼睛发红 头脑发热 但等清醒过来的时候 却怕得要死 在这一点上 乔四三个少年充分体现了出来 由于这次事件 设计很多高干子弟 所以 学校并没有马上 对这次打架事件做出相应的处理 张也被紧急地送往了医院 好瘸子也豁了出去 大不了不念书了 乔四也无所谓 下了学正好可以帮母亲 分担一些压力 可以出去赚点钱 只有小课默默不语 学校可是他的一切 大学的文凭就是他最终分道的目标 夜色慢慢地降临 学校并没有为难乔四三人 只是将他们 让他们的家长请到了学校 一场暴风雪 悄悄地暗中酝酿着 而在暴风雪中间的乔四三人 纷纷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夜晚 乔四几次想要跟母亲张口 将今天发生的事情说出口 但看到母亲才三十多岁 却已经满头的白发 嘴巴张了几次 却什么也没有说 小课也好不到哪里去 胡乱地扒了几口粗粮 躺在了床上 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 好瘸子是三个人当中 性格最为阴狠的 不但没有害怕 反而后悔白天身上没有带刀 以至于受了不少的伤 咬牙切齿地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妈的豁出去了 以后找机会干死这帮壁崽子 顶得老子书不念了 想到这 好瘸子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乔四三人毕竟还小 一点也没有想到事情的严重性 清晨三人刚踏进学校的门槛 就被一群条子抓了进去 条子们对三位少年给了特别的待遇 那就是拳打脚踢 皮带电棍加手铐 中国的条子们在98年以前 一向喜欢言行逼供 使用暴力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尤其是北方城市更为严重 当然了 北京的太子党们 不会享受这种待遇 谁叫人家的老爹 都是国家高级领导呢 所以说 学好物理化 不如有个好爸爸 至于条子一词 起源于来自香港 在大陆地区当时称之为狗子 不过好歹本人也是奉公守法的公民 虽然本人积极地想真实在断那段历史 可是事实是一回事 上了书面就是另外一回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毕竟是建国上端 每个朝代在早期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不稳定的方面 准确点来说 中国一直到2000年以后 法律 治安等各个方面 才算逐渐地整合上了正轨 成了世界的强国 乔四三人的右手 都被高高地吊在了头顶的钢管之上 脚后跟高高地翘起 无法落地 手铐靠得很紧 开始三人还没有察觉出来 什么可怕 时间一长啊 脚就有点支撑不住了 老想落地 于是手铐越勒越紧 三人的手腕开始往下滴了血 哎 兄弟 你们是因为什么事儿进来的 说话呢 是一位瘦热的少年 他比乔四三人进来的时间 要早得很多 明显挨揍也多 手腕早就开始往下滴血了 可那少年愣是眉头都没皱一下 满不在乎地吹着口哨 抽着卷烟 乔四三人有气无力地 看了一眼少年 实在想不通 这副模样折磨成这个样子 还有什么可高兴的 于是三人心中暗暗地说了一句 牛逼 然后低头不语 看着盯着地面发冷 乔四面色阴沉 好瘸子脸色发黑 小客则是泪水含在了眼眶中打转 那个少年见没有人搭理他 有点不甘心 继续地鼓动着上边那两片肉 我说兄弟不要想不开 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们这个岁数啊 不管犯了什么事 都是要从轻处理 别怕 来抽根烟 等乔四三人抬起了头 看到半盒带过绿嘴的香烟 这可是个好东西 一般人根本抽不起 少年将烟放到了嘴上点燃 然后左手将烟甩了出去 准确地发到三人的手上 烟草淡淡的香味 让三人的精神放松了很多 心情也舒缓了不少 也让几个少年的感情 逐渐迅速地拉近 我叫黄亭丽 是个职业侠盗 妈的 昨天晚上阴沟里翻了船 偷东西的时候被抓住了 偷东西 乔四三人愣了一下 要知道 东北的小偷是被人瞧不起的 好男人想要钱 应该去抢劫 偷算什么本事 可三人又转念一想 自己也是因为偷吃了别人的东西 打架 才被抓了进来 虽然三人已经竭力地跟警方解释 可是他们以为 这要是没有吃人家的身份正菜 就不会这样子 而且警察现在一口咬定 他们三人视为偷窃罪 还殴打了施主 三人虽有心辩解 可架不住对方言行逼供 纷纷地彻底坦白坑害了自己 黄亭丽察觉到 乔四三人面色有变 知道自己从事业上让人瞧不起 于是连忙解释道 虽然我是个小偷 可道亦有道 我从来不偷人 不偷农民 不偷富主 只偷那些有钱人 那些高官 所以我是侠盗 我根本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偷 侠盗 什么是侠盗 跟小偷有什么区别 这个问题 乔四三人不是很明白 三人也懒得去探个明白 只是大口的吸着烟 享受着这一刻 难得的安宁 可是有些人就是不喜欢安静 正当三人 还沉醉在烟草的麻木当中的时候 思考着各自 所要面临问题的时候 黄亭丽的嘴巴又张开了 我说哥们 你们到底是咋进来的 本集到这结束 下集更精彩 喜欢的看官 记得点个订阅 避免迷路 我是正恒传媒 我们下期见